露出闪亮的大额头被人一巴掌拍下 这就是输了游戏的惩罚 额头杀 今天的任务叫全员一致 要求在24小时内 7个人做任务结果要一模一样 完成3次就能过关 要不然就得24小时后才能下班 前两次机会大家都没把握住 隔一小时一次的挑战 节目主看这群倒霉的孩子无聊的快抽筋了 于是组织了统大叔的游戏 只要每人插住两把刀 统大叔没弹出来就能减少一小时 但别忘了光珠这个臭手 以往辉煌的战绩历历在目 一发住魂的臭手能不能延续这份神奇呢 我然还是白给 无韵之神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要是我有这种神奇 那一定用排除法去买彩票 那是一事一个准 不用两期彩票马上实现财富自由 随着时间到下一个挑战开始 这次是王宝灵球 只要7个人同时投出球 把所有瓶子砸倒就算成功 这不就是傻傻水的事吗 7个人来到外面准备接受挑战 用7个球砸几个瓶子 面对着白送的挑战 大家一举拿下 总算是完成了今天第一个全员一致 这让跃跃欲试的惩罚组大失所望 让他们逃过一劫 接着刚进录影棚 屁股还没坐着 节目组挑战就开始了 这次的任务 只要把硬币投入水里的碗内就算成功 还允许大家有一小时练习时间 这不也是白送的任务吗 可这一事还真没这么简单 这水的阻力会让硬币下落的轨迹变歪 用蛮力是不行的 需要把握力度和角度 但这也没拦得住滞效 只见他随手一投就成功了 不会是王牌滞效 大家抓紧时间练习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挑战的时候到了 pouring 请 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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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力量都不能 没有 小 小 一个 такого 这么 什么 前面两人挑战成功 下一个完毕的大叔出场 这位是个让人担心的组 果然 三次都没能挑战成功 我突然变成功 三次都注定 还没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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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想到 还没想到 不要 准备 我对 我专门 你一斤就打个不前 你 advantage 你不愿意 不愧是王牌自效 只一枚硬币就轻松完成 但剩下的光珠却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这个一直被霉运笼罩的人 现在却成为决定挑战能否成功的关键人物 扛起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能否挑战成功呢 下一集恐怖按摩师登场